读书时间 这颗智慧的脑袋属于一个叫西塞罗的人 是罗马共和国晚期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法学家、文学家、翻译家、演说家和律师 可惜他跟话中这位女士的老公马克·安东尼是政敌 最后不幸沦为了政治斗争的炮灰,掉了脑袋 不过话中这位女士的下场也没有好到哪儿去 为了争夺权力而发动内战,最后战败流亡而死 而她的老公马克·安东尼最后和那位著名的埃及艳后结了婚 然后双双败于乌大维之首,两人自杀殉情 从这我们也不难看出,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斗争真的是非常残酷 上期视频我们讲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谈论了什么是正义以及怎么实现正义 我们已经知道,柏拉图是生活在古希腊城邦时代 城邦顾名思义就是规模跟城市差不多大的这种小国家 通常情况下这个规模都非常的小 那柏拉图所在的这个城邦叫雅典,实行的是民主制 民主制是一种全体公民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制度 但是我们都知道古希腊是奴隶制社会 所以这个奴隶和妇女是不包含在公民的范畴里边 不享受这个政治权利的 所以古希腊的民主制是一种有局限性的民主制 所以柏拉图的正义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这个我们在上期视频里边已经讲过了 还没有看的小伙伴先去看一下上期视频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叫《论法律》 作者就是刚才那幅画里边那颗智慧的脑袋的拥有者西塞罗 这个西塞罗比柏拉图晚了大约三个世纪 生活在罗马共和国末期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 这个罗马共和国和古希腊城邦的社会形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古希腊城邦大多都是小国寡民 但是罗马共和国却拥有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广袤领土和数量庞大的人口 那既然都叫罗马共和国了 实行的肯定是共和制是吧 这个国家权力由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三个机构掌握 当然了这个古罗马共和国也是奴隶制社会 这个奴隶没有公民权不享受政治权利 这个我就不再赘述了 不久前我刚做过一期视频讲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论法的精神 看过我那期视频的小伙伴应该就知道 共和制其实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政体 孟德斯鳩就认为一个国土面积辽阔 人口数量庞大的共和国 只有采用联邦制和三权分立的形式才有可能稳固 而一旦大一统中央集权的话 就很容易被这个专制统治者控制 从共和制滑向君主专制 而很遗憾罗马共和国最终就从共和制滑向了君主专制 从共和国变成了帝国 而西塞罗就生活在这个转折点上 西塞罗是共和制的坚定拥护者 也正因为他拥护共和制 所以成了野心家的敌人 最后落得个惨死的下场 不过也算是为捍卫共和捍卫他心中的正义而死了 那么西塞罗誓死捍卫的正义到底是什么呢 就让我们一起在这本《论法律》中寻找答案 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 西塞罗的《论法律》也是一本对话题著作 就是用对话的方式来输出观点 而《论法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其实用一句话就能概括 法律应当体现正义 赋予法律就是赋予正义 因此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弄明白何为正义 然后再把它确立为法律 那么何为正义呢 西塞罗就认为 正义的根源不是某种信仰 而是自然 首先这个正义的根源不是某种信仰 该怎么理解呢 其实很简单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比如说有一位教主 这个教主呢就说了 女人呢不能露出自己的头发 必须呢戴上头巾 把自己的头发遮起来 我相信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应该知道 这种剥夺女性自由的行为呢 是违背普世价值观的 根本就不是什么正义 但是呢信仰这位教主的人 他们就会觉得 嗯这就是正义 你们这些不戴头巾的女人 就是邪恶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哈 如果一个国家 一个政权 把剥夺女性自由上升为法律 规定女性必须得戴头巾 把自己的头发裹起来 那大家认为 这不法律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呢 肯定不是正义的 对吧 所以西塞罗说 正义的根源不是某种信仰 而是自然 这里的自然呢 其实就是普世价值观 信仰呀信念呀主义呀 都是人发明出来的 所以未必就是正义的 但是呢我们人类 偏偏很容易被一些错误的信念 所蛊惑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鹅粉是吧 从普世价值观的角度 我们大家想一想 侵略别人是正义的 还是非正义的 肯定是非正义的 是吧 那为什么有那么多鹅粉 支持侵略 还觉得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的呢 就是因为他们被一些 错误的信念所蛊惑了 所以真正的正义的法律 必须是符合自然法的 必须是符合普世价值观的 就像西塞罗说的那样 他说啊 善与恶唯一的标准 就是自然法 人类之法 就是在自然本性的指导下 惩罚恶者 保护善者 西塞罗还说了 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 就是认为 只要得到人民大会 或立法者批准的 那就是正义的 我们都知道啊 一旦一件事情得到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批准 那他就上升为国家意志了 但是西塞罗却说 即使是得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批准的 也未必就是正义的 那这句话揭示了什么呢 就是一个国家 一个政权 也有可能是邪恶的 既然一个国家 一个政权 也有可能是邪恶的 那么爱国就未必是正义的 很多人都把政权当做自己的信仰 把国家当成自己的信仰 是吧 就比如这个纳粹德国的那些士兵 他们其实都不觉得自己是邪恶的 他们就觉得自己是 怎么说呢 是在为国效率 都是怀着朴素的爱国热情奔赴战场的 前段时间有个俄罗斯士兵 枪杀乌克兰俘虏的视频 大家应该也都看过了 在我们看来 这就是畜生不如的事情 但是呢 这些俄罗斯士兵 却以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 觉得自己很爱国呢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上期节目我们已经讲过了 柏拉图认为的国家的正义呢 就是各个阶级各司其职 这个有种地才能的人就去种地 是吧 有打仗才能的人就去打仗 这个有统治智慧的人就去统治 换言之呢 生活在城邦社会中的这个柏拉图认为 权力应该来源于智慧 但是生活在庞大的罗马共和国当中的 西塞罗就不这么认为 他认为啊 法律源于正义而权力呢 必须合法 西塞罗的逻辑是这个样的啊 就是我们应该先把符合普世价值观的正义 上升为法律 然后呢 再以合法的方式组建起政府来 那这样的政权才是正义的 而官员的职责呢 其实就是依法正确有效的实施治理而已 那大家发现没有啊 西塞罗的这个观点不就跟18世纪 那些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一样吗 那些启蒙思想家不就认为 我们应该把公共意志上升为法律 然后让这部法律凌驾于 所有的个人团体党派之上吗 所以说啊 源于正义的法律才是根本 至于政府和官员 他们就只是一个法律的执行者而已 如果执行的不当 我们就可以依法让他们滚蛋 如果大家读一读《论法律》这本书啊 你就会发现 西塞罗在这本书里 甚至还提出了分权制衡的思想 要知道这可是2000多年前 公元前一世纪啊 西汉的时候啊 可惜啊 尽管西塞罗以死捍卫共和 罗马最后呢 还是不可避免的滑向了君主专制 但是呢 在18世纪 西塞罗的思想却鼓舞了美国独立战争 鼓舞了法国大革命 成为了现代共和主义者的精神养料 美国开国元勋亚当斯 甚至这样评价西塞罗 他说啊 世界上所有时代都没有产生过一位 比西塞罗更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 那听完我前面的讲述 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到啊 亚当斯的评价其实不无道理 连着讲了两期关于正义的话题啊 其实我真正想说的就只有一句话 虽然和国家社会相比 我们是很渺小的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国家和社会 但是只要我们个人是拥有理性的 拥有智慧的 那么智慧和理性就会引导着我们 站在正义处 站在光明处 唤醒更多人的理性 赋予更多人智慧 这种努力呢 或许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 但一定是有价值的 所以与君共勉啊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阅读丰富人生 我是安征明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